红朝使四四赫对中国很友好 毛搞恩将仇报 就在毛泽东以蓄意破坏 恶化中苏关系的时候 赫鲁晓夫却在尽力维护和发展两国两党的关系 1956年 刚娶马林科夫而代之的赫鲁晓夫 就对中国表示出极大的友好姿态 把斯大林以国际城市为名 强行占有的大连市归还中国 并于同年 把斯大林长期占有的中长铁路 大连至长春铁路 全部交还中国 由于毛泽东在批判斯大林问题上 前后的两种不同态度 赫鲁晓夫为早日平息毛泽东的不满和愤怒 采取了主动行动 1956年12月31日 在克里姆林宫的新年宴会上 赫鲁晓夫特意走下台 和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亲切拥抱 热情邀他上台 坐在赫鲁晓夫和穆洛托夫之间 赫鲁晓夫向全场的人说 敌人是仇视我们政府的 敌人说什么斯大林主义假面具 其实斯大林主义就是马克斯列宁主义 斯大林曾和阶级敌人无情斗争 我们曾和他们进行了这一斗争 我们现在仍要和以前一样 对阶级敌人斗争 敌人说我们是斯大林主义者 是的 我们是斯大林主义者 我们因此而感到骄傲 1957年1月17日 赫鲁晓夫在中国驻苏联大使 为周恩来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举行的宴会上 再次热情赞扬斯大林 忠于马克斯列宁主义的事业 忠于为工人阶级利益而奋斗的事业 1957年11月6日 赫鲁晓夫在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大会上又说 党一面批评斯大林活动的不正确方面 另一方面 在过去和将来都同所有在批判个人迷信晃子下 毁谤斯大林的人作斗争 作为忠心耿耿的马克斯列宁主义者和坚强的革命家 斯大林在历史上将占有应有的地位 我们党和苏联人民将记住斯大林 并给予他应有的评价 在对中国的经济 军事援助方面 赫鲁晓夫也远比斯大林大方慷慨 毛泽东的胃口也够大的了 1957年6月 赫鲁晓夫主动通过苏联驻华大使尤金 向周恩来提出 愿帮助中国发展原子能科学 建立研究中心和建设原子能工业 随后 中国派出聂荣真副总理 宋任琼部长 黄敬部长 同苏联驻中国负责经济技术的总顾问 阿尔西波夫 就原子能方面的合作进行会谈 9月 聂荣真 陈庚 宋任琼赴莫斯科 同别尔乌新为首的苏联代表团谈判 于10月15日 达成了苏联在火箭和航空等 国防尖端科学技术方面 援助中国的协定 即国防技术新协定 同时 中国又派出科学院院长 郭默若为首的代表团 同苏联签订了1958年至1962年 中苏共同进行 和由苏联援华进行的重大科研项目103项 经济合作方面 除原达成的156项外 又确定增加援助中国55项重大工程项目 就在毛泽东在中共党内 已公开把苏联和赫鲁晓夫视为敌人 双方又因长波电台之争 和建联合舰队一事 闹翻后的1959年2月 周恩来又与赫鲁晓夫 在莫斯科签订了协议 规定在1959年到1967年间 帮助中国建设78个大型工业企业和电站 总援助额达50亿卢布 并规定 苏联将以最新的科学技术成就 帮助中国进行科学方面的研究和设计工作 供应设备 仪器和某些专用材料 派遣专家在企业的施工 安装 调整 和开工生产等方面 给予必要的技术援助 同时接受中国专家和工人 到苏联的相应企业进行生产技术学习 苏联方面把原件企业 造的产品的生产特许权 无偿给予中国 并提供必要的技术资料 以电中国组织生产所需的配套设备 纵观苏联共产党历届所有领导人 对中国最友好的领导人 非赫鲁晓夫莫属 其他所有苏共领导人 不是把中国当冤大头狂载如斯大林 要么就是与中国为敌如 博烈日涅夫之流 以赫鲁晓夫的慷慨 若不是毛泽东为了一己的权力之私 而与苏联反目 那么当这50亿的援助全部实施后 中国的经济 技术 科技 将会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中华民族在20世纪 有很多迈向世界强国的机遇 若20年代没有共产党的武装斗争 30年代没有日本人的侵略 40年代抗战胜利后 没有毛泽东发起的一场内战 50年代不与苏联闹翻 依靠赫鲁晓夫对中国援助的慷慨 670年代 毛泽东不发动一场文革浩劫 都可能使中国成为一大强国 可面对无数机遇 中国都与之失之交臂 西在 斯大林当政时期 对中国是什么态度 中国东北的机器设备 全部被拆走 中国的外蒙古 被强行分裂出去 并在苏美英的亚尔塔协定中 作为苏联的势力范围 永远确定了其独立地位 对中国的援助 也是少得可怜 朝鲜战争中的军事援助相当苛刻 对毛泽东本人 也是打心眼瞧不起 可就是这样 毛泽东却不得不 跪在斯大林脚下叫慈父 赫鲁晓夫对中国 对毛泽东相当不错 仅因反个人崇拜一事 就把赫鲁晓夫当成仇敌 毛泽东骨子里登江仇报 仇以恩还的劣根性 做出了无数 使亲痛仇快的事来 赫鲁晓夫与毛泽东的关系 竟与毛泽东与斯大林的关系 惊人相似 毛泽东极力讨好斯大林 但斯大林一点也看不上毛泽东 赫鲁晓夫尽力维护苏中关系 毛泽东却恨之入骨 但恶化中苏关系 是毛泽东的既定方针 对于赫鲁晓夫 在批斯大林问题上的 反复说明和表态 毛泽东视而不见 对于苏联主动采取的 发展两国经济 科学 军事方面的合作行动 根本就无动于衷 1958年3月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 继续进一步批判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 也是一种压力 中国党多数人是不同意的 还有一些人屈服这种压力 要打倒个人崇拜 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 很感兴趣 反对个人崇拜目的有两种 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 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 要求崇拜自己 毛泽东也像宋玉一样 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抓住全盘否定四字不放 非把赫鲁晓夫在中国的名声 搞臭不可 为日后同苏联道番制造舆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